好漂亮 这车打得非常漂亮 今天明显的刘国梁的反手 层板直打应用的比较多 现在卡上比分7比11 佩尔森回球的角度非常大 各位观众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奥运会男子单打同台的车队 邓克将获得第三名 这是刘国梁和瑞典的佩尔森 在这场比赛之后将进行金牌的车队 由瑞典的老将35岁的瓦尔德内尔 对中国25岁的孔明辉 现在11比9 好的 刘国梁今天比昨天在对付独圈球上比较硬 现在发球又显示了威力 13比9 刘国梁今天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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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 现在场上比分是13比12 现在佩尔森是落后一分 佩尔森发球 有两把球拉起来 好漂亮 今天刘国梁打得比较开 主要反映在什么地方 就反映在他进攻上赢前比较好 点打得比较好 在昨天我们看到有时候 他经常拉得比较多 打得比较少 另外就在相持的过程中 赢前显得不够 今天的显得比较果断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16 现在佩尔森也是加强了力量 在第一板上加强了力量 但是佩尔森和瓦尔德尼尔相比 他的变化比较少 好的 大家看到刘国梁又打了一个回头 hesi 他神 现在侗城打尾尔足 现在场上比分是13比17 现在场上比分是13 17比13 十七比13 跑出 18比13 19比14 18比14 现在刘国梁发球 短的 这时候开始三是偷袭刘国梁的正手 这也是那边对付刘国梁的一个主要的办法 就直接拖长球拖到正手让刘国梁拉 然后反过来压 这样佩尔森把比身推到了16比19 16比19 佩尔森发球站在中路 八反手中 刘国梁擦身以后拉了一个直线 16比20 17比20 这球想直接挑一板正手 结果失误了 现在17比20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带身 带身还是采取这种办法把刘国梁的正手 然后拉起来以后呢 反手敲 现在18比20 刀掉胡圈球 结果这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这样的话 刘国梁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就以21比18 取得了胜利 今天呢我们还是 特别邀请到了 中国蜻蜂球队的教练李晓东 他刚才呢在做场上的统计 那我们 接下来呢 请李晓东给大家评述一下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这局球这个刘梁打的是不错 通过昨天跟瓦尔德纳尔打以后 也进行了总结 因为佩尔森的球来说 虽然说的从 发球跟接发球的变化 比瓦尔德纳尔更小一些 但是他后边的实力球 要比瓦尔德纳尔更足一些 所以这场球来说 刘国梁就说的在 发球接发球方面没有吃亏 不像昨天跟瓦尔德纳尔 接发球要亏的比较大 再一个在相持球当中 他主动使用了反手反面 横打技术 一个是下阵球的拉 一个是上线球的反手的弹击 跟反手的弹打直线 他这一局球一共 这个反手用了六次得了五分 所以从相持来说 给他算了一下 一共相持的有21个球 刘国梁剩了11个 负了10个 所以从这局情况来说 是不错的 但是刘国梁这种打法 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稳定性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就是说的 如果这两球取胜 让刘国梁坚持这种打法 还要保持这种 发挥这种命中力 所以对他来说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希望刘国梁在这种大赛当中 能够急速度考验 把这场球拿下来 好的 我们继续给大家 介绍比赛的情况 佩尔森呢 他表示 这次比赛之后呢 将参加大阪的世界平方球 警告赛 随后呢 他将退役 他在1994年的时候 曾经出了一次缺货 几乎要退出平台 但是佩尔森呢 他很快的恢复 而且呢 他有良好的基本技术 在欧洲的比赛里面 仍然能够取得好成绩 所以在对中国队 特别是在大港比赛中 战胜中国队之后 他进行很足 他说 吉隆坡市兵赛 太让我们瑞典提提了 所以我认为奥运会上 我们要尽全力把它打好 大球抢中 现在场上比分而敌 我们知道在吉隆坡举行的大维第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团体比赛中 瑞典队呢 战胜了中国队 当时佩尔森呢 是一个功臣 他拿了两分 接着在大港呢 佩尔森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 当时呢又战胜了刘国梁 所以今天呢 刘国梁这场比赛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呢 认为呢刘国梁这个 这种打法已经被对方摸透了 刘国梁自己要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 纸板快攻打法 只要在应变能力上能够走到前面 仍然是可以战胜很多运动员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2 反手推荡球出界 德国梁在第二局里头 仍然是一上来还是展示领先 5比3 漂亮 大家看这就是正手 正交快攻的特点 它是击打球的速度 要比拉球快 佩尔森身高1米88 他护台面积非常大 所以要想调动他那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佩尔森34岁的一个老将 在91年就获得世界紧标赛的冠军 应该说他和阿尔德内尔对国际拼盘的发展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形成了欧亚的对抗 让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让佩尔森先上手把球拉起来的话 如果要防守 这个局面就比较困难 5比6 现在佩尔森推到了6平 刘国梁和佩尔森一共有9次交锋 这是从1994年到2000年的6年中 9次交锋中刘国梁是胜了6次 佩尔森是胜了3次 其中两个队员在2000年有两次交锋 结果佩尔森都取得了胜利 一次是大维45届世界青蚂球锦标赛 团体赛 佩尔森2比0 战胜刘国梁 另外一次是2比1战胜了鲁国梁 另外一次就是7月1号 在天津大港举行的世纪之战 佩尔森是2比0 战胜了鲁国梁 好 发球又开始发威力 刘国梁的发球一般人很难判断 但是刘国梁他发球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自己讲 这个质量啊有的时候非常好 有的时候呢就发的质量不是很好 就这个稳定性还不够 现在9比8 白短 现在9比9 漂亮 结果佩尔森联系的在中台拉 刘国梁在打第三板的时候球落晚了 因为开始在这个拉球比较转 而且弧线比较低 这种球是比较难打的 现在9比10 中国乒乓球队直板快攻选手 过去就一直在练弧线 比如像江家梁打弧线球 陈农燦打弧线球 到刘国梁仍然还是打弧线球 但是现在呢始终呢 在打弧线这个环节上 还是没有完成过关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10 在第一季的比赛里 刘国梁是21比18天上一比 这个球拉到了脚上 漂亮 漂亮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刘国梁呢仅仅是在进台 特尔森呢是在中台 刘国梁呢是打起点 打上升点 现在11比11 高点弧线球 12比11 摆短 对球摆得很成功 卡尔森呢判断错误 他以为是到反手 结果是正手短球 他往同发 12 12 1 1 1 这一段打得非常不错 尽管呢就进攻中失误 有一些失误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作为直板正交选手 他低打球 在对方拉的情况下 这个肯定要有一定的失误率 现在场上比分12比13 刘国梁落后一分 特尔森变正手 变的角度非常大 特尔森变正手 这一段特尔森主要是加强了第一板的难度 就是不给刘国梁那种没有威胁的球 现在12比14 好的 大家看刘国梁改高抛发球 他发球的是手腕爆发力强 腰部整个全身的用力用得非常好 好球 机会 大家看到了这个看台上五星红旗 到处都是五星红旗 而且在西边呢比较明显的 就是由天津大维集团组成了一个50人的拉拉队 他们在给专门来 今天给刘国梁来加油助威 由于45届世界平凡球锦标赛的赞助商呢 是天津大维集团 所以这次国际拼联特别给了他们 林俄请他们来观看这次比赛 现在场上比分15平 这次的乒乓球呢是 中国乒乓球红双喜集团 赞助的本次比赛的球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企业 在这个乒乓球的器材已经打进了国际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企业对这个国际乒乓球的赛事也不断的介入 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在这些年来呢发展是比较快的 由于这次呢旁边没有广告 所以昨天刘国梁和孔灵辉都说好像是在北京打球一样 因为到处都飘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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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 16比17 现在可以看到像这个超一流的高手在交锋的交锋中 你搓球搓的落点好还不行 他必须要短 只要一尝就被对方拉起来 好漂亮 大家看刘国梁这种球呢他是带有很大风险的 但是呢这种情况下作为纸板拳手来讲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能是硬着头皮去挑去打 所以今天总体来看呢刘国梁比跟瓦尔德勒尔昨天的比赛打得要果断 而且今天拉的明点减少了 现在场上比赛18比17 他往 现在18平 这时候佩尔森变了刘国梁的上手 因为刘国梁是准备测身 这样呢他在测身的过程中又回到正手 慢了一点 18比19 刘国梁打得非常坚决 包括昨天在输给瓦尔德勒尔的时候 应该说也是很坚决的 是不是在最后几个球打得很好 现在19平 压盘手测身 这个球不能说刘国梁打得不好 应该说佩尔森这个球回得更好 现在场上比分是20比19佩尔森领先一分 在第一季的比赛里刘国梁建议21比18取胜 在2000年的两次交锋中佩尔森一次2比1一次2比0 战胜刘国梁 19比20 结果两个球都被佩尔森封住了正手 刘国梁这球打得非常干脆 但是佩尔森呢已经注意到了他正手位 所以回球呢把球回过来 这样呢第二局的比赛就结束了 佩尔森又以21比19返回了一局 这样双方呢就打成了1比1 我们还是请李小冬教练给大家做一个评数 这一球这一局球两个人都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就说刘国梁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第一局的战术 他打得也总的来说就是说他跟对方纠缠呢 就是说步枪上下了 就关键时候就有两个潜工让被佩尔森开到落点以后 打了他两个共当回头 其他的球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 从刘国梁来说他 他改变了昨天的打法以后 他就在接发球方面他比较来凶 在发球方面 发球抢攻他拉的少了打的多了 在相持方面他一个反手有加减力 一个反手有反面进攻 这些都给佩尔森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但是佩尔森毕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 他一个就是利用自己的发球他批评发上拳球 这样的话就是迫使刘国梁不能轻易的去摆短 这样的话就打他力足以就是说打简单把这个球打成上拳 所以发球以后刘国梁虽然就是说了 不像昨天勉强轻拉 但有时候拖这个上拳球还是有一定难度 所以被对方攻死了不少 再一个就是说的佩尔森在相持当中 就逐渐适应了刘国梁的这个变化 刘国梁就是昨天是打瓦尔森的反手过多 今天从正所中路突破效果开始突破 但是到第二局的后半局以后佩尔森就 对这个有了一些防备的话 刘国梁一两板之内很难奏效 所以下第三局球对于双方都是一个非常关键 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再看一看第三局比赛的情况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国家乒乓球正定乒乓球基地所在的正定界人民政府 特别发来了预注电 希望刘国梁和孔灵辉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 使他们在正定国家乒乓球基地 训练时候所付出的艰苦 所流出的汗水能够有很好的回报 我们也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 漂亮 大家看到直板快攻 应该是这样的 就应该让人感到 看到这种球 就必须要低打 而且要快 要抢到前面 现在佩尔森显然的比瓦尔德纳尔在前三板的技术上要差一些 一个是发球的威胁没有瓦尔德纳尔大 另外一个在接力欧国梁的发球上接的没有瓦尔德纳尔好 但是他在相识能力上 应该说比瓦尔德纳尔还要强 开始分发球抢拉中路 开始分发球抢拉中路 现在2比4 好的 这是一个低回球打丢了 这也比较正常 因为刘国梁在前面的半高球没有打丢过 现在3比4 现在相持起来以后速度一快 佩尔森只要打刘国梁的反手 这时候刘国梁就比较困难 四平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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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上比分4比6 这个球刘国梁是第三次失手 就是磕身以后拉佩尔森的正手 或者打佩尔森的正手 佩尔森正手斜线回头 这个球看来佩尔森已经盯住了 就是他早有准备 现在4比7 反手对反手 刘国梁不占优势 现在4比8 好的 这时候发了一个反手提长的 发到佩尔森的反手 这个球有变化 发球连着得2个分 所以刘国梁在5个发球中 要能够得4分 直接得1分 间接得3分 这样这个球就非常好打 好的 大家看这几个发球 是连发3个吃了3个 直接吃3个 所以刘国梁这个发球质量一出来 这个应变能力跟上 威胁也就大了 如果像瓦尔森的人 不吃他的发球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打 7比8 刘国梁刚才是换成反胶 和对方对拉 大家可以注意刘国梁 黑色的是正胶 红色的是反胶 只要他这个改成红色的 就说明是反胶了 抢攻 大杀 现在9平 好的 这个白短 大家看 摆的 就撑了 这个特尔森一下 好了 刘国梁这时候是持板横打 持板横打和反手推挡 正好是变化比较大 反手推挡 刘国梁是轻推和側推 向側推为主 那么反手横打的时候 是反交 所以这时候出去球往前滚 差别比较大 一般人不好适应 好 回头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现在刘国梁在第三局 是12比9战时领先 现在刘国梁发球 好的 这时候直板横拉 是一个反拉 这个球出手非常快 手腕用的特别好 总之呢 对刘国梁来讲呢 争取速战速决和佩尔森 不打这种消耗战 争取三板之内解决问题 发球自己用好 到反手的话 必须直板横打要结合 多侧身 刚才这个侧身球没有打到 现在13比11 发球又得一分 所以今天刘国梁那个发球 占了大便宜了 因此作为这个特长型的运动员来讲 就像拳击比赛里说 这个运动员左勾拳特别好 但是一旦被人家看住 就完了 有的运动员的实力很全面 但是你看住他左边 他有右边 现在11比14 拉起来 大家看这个正交拉过来的球啊 基本上是比较沉 11比15 好的 又一个 刘国梁也笑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球呢 就是说 应该说 所以刘国梁来讲呢 就是打佩尔森的正手的时候 要注意他这个回头 因为他已经回了四个了 现在12比15 拉中路 这球落点拉得非常好 特尔森人高马大 但是他的灵活性不是很好 所以像这个白短球啊 像拉中路出手快啊 对他都是威胁比较大的 白短 好的 这时候刘国梁反手攻了一板 加上那个反手攻 反手推 加上直板横打 这反手就有三招了 高调虎坚 又是直板横打 反手 这个挡了一板 这个有点像挑击的动作 这一局呢 刘国梁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主要呢 是在发球上 占了大便宜 现在又到刘国梁发球了 发球抢了 现在看来刘国梁的拉 没有这个打的威胁大 现在13比18 这一板是打的 所以现在对外国运动员 人高马大 基本功实力强 相持能力强 但是中国队员呢 在前三板上 来得比较快 争取速战速决 还没有到第四板 这个球已经没了 现在19比14 好的 反手直板横拉 20比14 那刘国梁这一轮 最后一个发球 打到中路 这个反手把球调起来 特尔森反手攻球失误 这样刘国梁在第三级的比赛里面 就以21比14 取得了胜利 李小冬教练 你觉得今天这个刘国梁 这个反手直板横打 这个用的是不是 应该是比较成功 是 今天用的非常好 尤其这个第三局球 他前两局球 都是在相持当中才用 第三局球 他第一板发球抢攻 他用了四个球 四个球他都得分了 有一个特别精彩的 是在9比12 到9比13那个球 他发了一个球 赛分挑了他一个还手 他撕了他一个直线 这个球是特别的 所以就是说了 刘国梁这种打法 有一定的冒险性 但是他也有他的心意 他必须打出这种变化 打出这种心意了以后 才能对对方构成威胁 如果他要四平八稳的 就不行了 再一个就是说了 这局他取胜就是 刘国梁发球有一些变化 就是他有长的跟短的配合 他全发短球 对方趴在前面 可以瞧起来 跟他安心打对方 他长短以后 对方吃的比较多 他直接发球得了六分 这局也是取胜的一个关键 关键 发球直接就得了六分 各位观众 今天刘国梁和佩尔森的比赛 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中国的纸板快攻的一次检验 因为我们中国乒乓球协会 一直在提倡纸板快攻 因为这是我们传统的打法 像过去的最早的 应该是荣国团 到后来的李富荣 徐云生 都是纸板快攻 那么随着进入了八十年代 胡仙球 佩尔森他们 就是瑞典队 以瑞典队为代表的 他们这个胡仙球 结合快攻的打法 快攻结合胡仙的打法 出来以后 对纸板快攻 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拼协也做了一些规定 比如在国内的团体比赛里面 必须有一名 纸板快攻型的打法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能参加比赛 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之后 现在纸板快攻 发展比较快 但是它的成才率比较低 对选手的天生条件 要求比较高 这也是我们今后希望 更多的选手 能够打纸板快攻 打正交 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的传统打法 就会发扬光大 现在在体校里 见资板快攻很少 包括国家队里的比例 这两年有所增加 但是总体趋势在减少 现在配合真发球 比较高 中文字幕提供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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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